我们在生物课堂上会教到一个生物的现象 叫细胞雕王 细胞雕王的原文叫apoptosis 这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希腊文 它是在指那个枯掉的落叶脱落之后 随风而飘下来的那样的感觉 所以apoptosis它指的是死亡的气息 死亡的状态 死亡的样态 那就把这个希腊文 很优美的希腊文 拿来当我们生物学的一个专业名词 叫apoptosis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细胞雕王 那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procriceldex 叫做程式性细胞死亡 它指的是我们在发育过程 或是我们在生长过程 有一些细胞它被设定 你要死掉了哦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功能 你留下来会阻碍了别的细胞的发育 那你就设定你要死了 一旦它启动了死亡程序 它就会安静的 有次序的 不会影响其他细胞的 非常健康的就这样死掉了 那这个细节 这个引发细胞雕王的过程 我们收课当然会教 那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些 学理上面的东西 我们要讲的是 一个在生物身上发生的现象 事实上它其实 给了我们一些人生的启发 也就是说呢 细胞雕王指的是 一些原来是健康正常的细胞 可是它可能会影响其他细胞的发育 它就设定要形成死亡的过程 就慢慢死掉了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的发育 有的时候是这个细胞已经突变了 它准备要变癌细胞 它癌化了 如果你不处理它 它有可能会变成癌症 变成恶性肿瘤 可能会影响我们个体的生命安全 那我们就启动它细胞雕王 说你可能因为突变的关系 你的存在会影响其他细胞的生存 我就启动你细胞雕王 你就开始死亡了 所以一个可能会变癌细胞的细胞 因为启动了细胞雕王而死亡 而它的死亡却造成我们的个体 可以不得癌症 可以健康的生活下去 好这是细胞雕王一些 很重要的生理意义的 那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一些细胞 它该启动细胞雕王 就启动失败 或是没办法启动 它不但不死亡 还快速的分裂 那就变成恶性肿瘤了 而且还到处移转 好但像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今天你想要 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减肥 你想要读书分度高 或是你想要让自己的人生 变得正面比较健康 有些人会想到我要建立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早睡早起啊 什么时候读书啊 好这是一个思维 建立好习惯 可是事实上在我们 为了建立好习惯 或为了让你的人生 可以更加的正面 更加的健康 其实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我不要再加东西了 我不是承认更多的细胞 不是 有时候为了我的健康 反而是逆向思考 我要让不好的坏的消灭掉 所以不要只想说增加东西 有时候加法是个用途 一个方法 另外一种思维是 我用减法的方式 让可能会影响 其他细胞 发力的细胞死掉 可能会变成癌细胞细胞死亡 这是一种减法 同样的啊 你要建立起一个人生 生活的好习惯 也许不是增加好习惯 也许是扣掉坏习惯 比如说你 没有今日是今日病 你可能会偷懒 你可能会想要吃很多东西 有口舌之余 想要吃好吃的 像这些坏习惯 你把它拿掉 或是你可能会迟到 你常常会偷懒 你常常会怎么样 你把这些坏习惯拿掉 那就是这种减法性的方式 来扣掉 去除掉你不好的习惯 这样的模式 不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吧 一些已经存在的细胞 用一些手段把它拿掉 拿掉减法的方式 其实对我们身体 尽量也有好处的 换句话说 人体为了维持正常的发育 或是正常的健康情形 有时候会有细胞分裂 跟分化形成一个特殊的组织 来维持特定的功能 那有的时候是已经存在的细胞 我们把它拿掉 消除掉 让它死亡 而再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机能 或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健康 所以有时候在检查 或是实为人生 要建立好习惯的时候 除了加法之外 有时候减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生物体就是 不断通过加法 不断通过减法 互相调和 而得到营养调和 互相平衡的状态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些 生活习惯的建立 或是你今天要完成一个任务 也不一定只想要加法 我要加什么 我要加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东西 让我们的活动更完美 有时候是把一些过度夸张的 过度虚滑的 或是没有效率的东西 拿掉 那这样就学到了我们 Apoptosis 细胞凋亡的精神 把可能会造成阻害的细胞 让它启动了死亡 而这个死亡的过程 不但不会影响其他细胞 同时会让我们其他细胞的未来 可以活得更好 或是更可以发挥 它的生理作用的一些效率 所以我们在生物课堂上 学到的Apoptosis 细胞凋亡 也可以透过大家来思考 我们的人生 所以学生物 可以想到很多人生上的哲理 好 认真学习 轻松协车 这里是建长爱协车 拜拜